今天要来跟大家聊什么呢 其实最近这个手机市场真的是站得越来越凶了 每个礼拜都有新机发表 今天发表的新机就是这台小米9 Pro了 可以看到它这个手机上面放的居然是耳机 耳机可以充电不稀奇 它连牙刷都能拿来手机充电 这手机就当做充电板了 更重要的是 这个小米的创办人雷军他就说了 这一台手机它是只有支援5G 什么意思呢 他们不卖4G版本 这台手机就只有支援5G 所以这是什么意思呢 当这个手机开始大家大厂都走向5G的时候 这5G的手机最重要的是什么你知道吗 就是它的心脏 这个心脏是什么呢 是晶片 这个晶片叫做System on Chip 它是一个单系统的晶片 这个晶片长什么样子 我们透过画面来给你看一下 你看到我们最新的画面 来来 这是联发科的董事长蔡明健 他手上拿出的这一颗晶片 就是联发科最新发表的这个晶片 5G的晶片 这是前几天才刚出炉的画面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晶片 其实就是这么小的一个size 它的尺寸就大概不到这个一个铜板 这种大小这么小而已 不过其实这个晶片说到这种晶片 这样联发科可以说是有美丽跟哀愁 美丽跟哀愁在什么时候 我们帮你做了一个流程图 所以透过这个图卡当中你可以看到 当时蔡明介是讲了一句业界非常多人都知道的话 大家都有听过就是今日山寨明日主流 因为在当时在2004到2007年的这段时间 在中国大陆你记得吗 那时候山寨机非常的强 就在这个背景图这个华强北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简直就是山寨机的批发市场 我到前几年都有去过 你知道它那个地方现在手机市场还是很庞大 它在一条街里面同一个品牌的经销巷 就可以开出五间店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它那边的市场 是有多么的大竞争 多么的激烈 但是你还记得当时的山寨机长什么样子吗 当时的山寨机你可以看 它这个那时候是强调功能性 所以这个你可以算一下 它这个手机还有几个喇叭吗 它在这时候把八个喇叭都放到一台手机上面 它说你要听音乐的话 我们就用喇叭这么多个一起来听 那当时大家都有很多只手机的这个号码 很多门号码 所以当时还出现了这种四卡四代 所以你算一下它这边总共可以放入四张SIM卡在这里头 所以在当时其实强调就是这种功能机 不过在那时候联发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 为什么啊 因为联发科在那时候它提供了这种一战式解决的服务 它大大的把这个手机的生产成本给降低了 这什么意思呢 就等于说其实你在街边 不管是一个小品牌小店 如果你想要创造一台手机的话 你用联发科的这晶片这个系统 这个一战式解决的话 你等于只是套上一个外装 你就可以把它出货了 所以那时候制造手机是这么简单 所以那时候造成说 它在这时候大家还冠上了一个 它是山寨手机王的称号 对联发科来说 不过一直之后演进 它在3G晶圆的时候 它却压缩了 造成它在那时候跟高通 它的一个劲敌高通 其实就是没有办法比拼 在技术上已经落后了 但是它后来又抓到了一个重点 它在201610年的时候 它在这时候推出了一个千元的四核普及 所以在那时候高通也推出来了 两个人是打得如火如荼 非常的凶 那时候就是把这个千元 千元就是它那个时候的价格 把这个四核整个给普及化了 而到再后来 它的技术虽然说比高通 它通常都是取代 在中阶级的市场的部分 不过它后来又抓住了一根稻草 这是什么叫稻草呢 就是Vivo还有OPPO 这些中阶级的成长 所以其实联发科她在2016年的时候 她的业绩是还不错的 但是到了2017年 她又因为一些原因 蔡明介当时说是什么原因 她说我们因为一个失误 小小的失误 造成了这个营收的下降 可是你知道这个营收的下降是多少吗 在当年他们的市值 2017年的时候是蒸发掉了2700多亿元 不过就算是打到这个时候 晶片大战打到如今了 她还是没有放弃 联发科她还是继续的养人才 你知道她怎么养吗 她的薪资是多少吗 最新曝光的这个数据 你就可以看到了 这个薪资 联发科的员工薪资 居然是全上市贵公司最高的 高到多少 她的年薪是来到了270.5万元 这是什么概念 你看一下台积电是多少 台积电是200万元 你再看一下半导体业界的平均是122.8万 所以她等于是一个翻倍的概念 而且每年大家都很期待这种开奖分红的时候 她在今年2月大约就是这个2到3.5个月的这个奖金 8月刚刚过去的8月开奖业是大概也有1.5到3个月 其实蔡明介她在前几天她就讲了 她就很感叹 她说最近年轻人都想当网红 可是却没有人喜欢读这种硬科学 硬科学是什么 就是这种数学还有物理 所以她就鼓励年轻人应该要多念点这种硬科学 但是你知道吗 他们员工不只薪资 福利也很好 福利怎么好 你透过我们的画面 你看到 这个地方竟然是员工餐厅 你能想象吗 她这个地方员工形容 他们觉得自己觉得就像百货的美食街一样 你看在这里面 这么多的锅子 哇这每一种都是不同的菜色 然后一到用餐时间的时候 大家都在这边排队 因为其实他们对员工不只是薪资的照顾 福利也很照顾 到底是为什么 因为养兵千日用债一时 什么时候呢 就是在这个时候 联发科前几天就发表了 我们刚刚看到的5G晶片 但是你知道吗 她这个晶片居然是渴望可以吃下了 三成中国5G市场的市占率 你知道现在5G这晶片打得有多火热吗 全世界的四大龙头 分别都在今年发表出了这个晶片 而你透过这个时程 你可以看到联发科是怎么逆转胜的吗 我现在要来跟你说这个故事 当时在这2月的时候 高通就率先跳出来宣布 那时候的MWC他就跳出来说 我们在第二季就要送样给客户了 老大哥都跳出来说话了 在5月的Computex上面 连发科也宣告他们要发表 可是发表在什么时候 大家都还不知道 但是大家等啊等 等到9月的时候 EFA展来了在德国的柏林 华为发表了这个麒麟990的5G晶片 而且已经用在了Mate 30上面 三星也发表了这个晶片 明年就要在这个Vivo上面来使用了 那大家想联发科还在哪里啊 不是5月就说要发表了吗 他来了他在9月19号的时候 他说我拿了这颗晶片 蔡明杰出来了 就是这颗晶片 我们什么时候就要量产的呢 最快在今年底最慢到 明年就会开始量产 而且就使用在这个中国的手机上面了 而外资都吓了一大跳 外资本来是不看好的 到最后居然罕见的说 我们认错了 我们看错联发科了 但是他超车有什么关键呢 其实他超车的关键就在于 他第一次测试的时候就已经通过了 而第二个他是重压吧 中国大陆市场 就是几年来一直都是这样的走势的 那第三个就是在三星 三星在前阵子 他们的量率出了问题 就导致说高通这个出货 也有一些产生了一点疑虑吧 但是你知道吗 就是这个联发科的这个晶片 加上华为的这晶片 都是来自于谁吗 这个制程都是来自于台积电的7奈米 所以台积电的这个7奈米制程已经爆棚了 到今年年底之前都已经产量满载 拆开手机被拜iPhone 11 Pro Max 最新拆解影片曝光 超大L型电池 就比上代容量多了7% 那为啥iPhone可以把主板做到如此小的尺寸呢 就是iPhone采用的是 目前最先进的贴片工艺啊 号称手机键运算最快 另外苹果S3处理器就是来自台积电7奈米制程 但台积电董事长刘德英说更要做大生意 这个7奈米产能爆满 苹果海思超围等大咖客户还得排排队 但如今连5奈米布局都传来好消息 多年来台积电和三星抢高通晶片上演肉搏阵 你来我往 润影预测高通下代骁龙875晶片将回到台积电怀抱 连韩国媒体都说三星压力很大 先进制程上面科物的一个连着度是非常高的 基本上对于明年的一个获利的掌握 我们是持有一个相对乐观的一个态度 应该至少有一个双位数的一个成长 抢单效应待望 但资深分析师陆行之 也点出末代4G手机和华为MAT30能否大卖式观察指标 不管是Apple的手机或者是第二个大客户 还是华为这边手机的一个销售 能不能够维持一定的一个水准 24日台电股价收盘来到260元 涨幅0.38% 回头看年初设下的全年1-3%成长目标 挑战成功有望 东森采银新闻 留不起杨昭 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